拒绝到公部警官退休两后的活力 中央来推出改革的公安 今天这个广播会计 大家也拒绝这个计题来做讨论 观众里面前就表示 中央所退出的公安 和公部警官的退休日金市减少很多 所以广播的认为说 这样有为官显化的计论 有必要提案来要求大法官退出改正 希望可以保重到公部警官的团阅 最近中央是拒绝公部警官退休法 推出相关改革方案 尤其是退休日金市减少上当座 这不影响到退休公部警官的团阅 也好在这个公部警官感到上当警察 在今天这个官务会议当中 就特别拒绝这个计题来讨论 经大家热烈的讨论之后 我们是认为我们县政府有必要 来协助我们这些退休人员 来提出视线案 因为这个已经有大法官提出来了 说明这个联金改革是一个违宪的政策 我们县政府还是要积极来协助我们退休人员 来提出视线案 让我们这个退休人员能够潜力能够获得保障 官长你们仅仅为 如果要让人民放心就应该提出好的政策 而且五天才没多久就还在改变 青春公部警官退休法 政策方向一直等我 就作成为主大学教育出照 离开台湾到各国发展 那么昨天我也在报纸看到 现在一些大学的教授都已经纷纷的在离职 但是我们这个退休助度对他们没有保障 所以一些大学的教授 甚至包括清华大学 他们这些教授都已经纷纷的提早退休到 其他的国家去令盟发展 那么对我们这个人才的便宜 对国家整个研究机构 可以说受到冲击相当的大 接着目前退休人员的改革方案 官府政委有违反现化的预论 有必要提案 要求大法官提出解释 以保障公部政策的创业 也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多多重视 记者显示参谱